真实的一个消息来源相对比较可靠啊 我一哥们儿啊 在某医院是副主任医师啊 在那个呃 所谓的他的那个领域 他的那个专科里边啊 也是前几名吧 不能说数一数二 也是前几名 也别说说某医院了 就北京医院啊 已经接到 之前就已经接到这个通知啊 只是刚刚才这个话里话外的告诉我 呃 他们以及全国各地各专项的这个领监领军人物吧 或者是领军的前几名的人物吧 啊 已经组成了这个 呃 保卫小组 所谓的保卫小组 当然这是一个大组 有一个统筹的啊 这哥们儿啊 也是北京的啊 北京人 那个这个他在加拿大啊 这个刚才我那个节目上一个节目 我说那个叫 卢边漫谈人也是北京的也在加拿大 他们俩都在加拿大 他们俩可能彼此也不认识啊 我跟这二位也没见过面啊 但是这个 就他的观点啊 他刚才说这个不叫保卫小组 他可能是口误 应该叫保健小组 保健小组啊 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 下面有一个叫做中央保健委员会 啊 就是有一定级别的干部 基本上是什么 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吧 政国级副国级都有这个 保健小组啊 有专职的医生 有时候还抽调一些医生 全国最顶尖的专家 从各个最有名的 最好的 最专业的医疗单位 是吧 包括周恩来的那会儿的医疗小组的组长 应该叫吴杰平吧 南方人是吧 后来给了一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吴杰平 现在好像也去世了吧 他们基本上都在什么 有一个叫什么陈炳章吧 叫什么什么炳章啊 然后有什么这个 什么崔岳梨卫生部部长啊 这些人说是卫生部部长 他首先不是为了全国老百姓服务的 是为这些官啊 大官服务的 然后这个 还有一个老太太吧 老太太是不是叫雷杰琼 雷杰琼是似乎也是医疗口的 好像也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吧 那老太太啊 我现在不确定 我印象中雷杰琼也当过这个中央领导人的这个保健医生啊 是吧 这个从医疗口出来的人也不少 还有一个叫何鲁利的啊 何鲁利是那个何思源的国民党的北平市的市长 跟傅作义一下跟傅作义一块投降共产党的 他是儿童医院的 他好像倒不是这种这种中央领导的这种什么中央保健委员会的保健医生的保健小组的 他倒不是啊 还有好多领导人身边的媳妇也是干这活的 陈云的媳妇于若木 他本人就是保健医生啊 这个为什么陈云活了将近100岁对吧 吃花生米一顿饭最多吃13个啊 这都有讲究的 我们接着听啊 一个人在领导他没告诉我具体是谁 但是啊 可但是啊 底下分成了若干小组 若干小组其中最先保证的啊 就是习近平同志的身体健康啊 万首无精 剩下啊各个新任常委和老常委的这个身体状况一定要保持到二十大开会期间的最佳状态 这些人也就说白了吧 这些人已经知道了啊 就是他们因为本身不是部级的领导干部啊 但是呢 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们啊 这些独裁专政的统治者们啊 掌握了大量的啊 中国人的这个社会资源 把这些人全都聚拢在一块 哎 聚拢在一块干什么呢 就为保证二十大的胜利召开啊 以及胜利结束 新常委和老的常委 全都要保护起来 这个保护 他说的没错啊 这个开会的时候 一定要神采奕奕啊 神采奕奕 看着精力充沛啊 剑步如飞 就为了那一刻啊 为了那一刻啊 这个闪光灯啊 这个聚光灯 摄影机 是吧 CCTV 让全中国全世界看啊 这个他刚才说的 他那哥们是北京医院的 北京医院的还真巧 就是我的客户 北京医院在东城区 大华路 就是东丹 十字路口的西南角 那个台机场 头条的南边 那个医院是在那条南北街 大华路是南北街的 马路西啊 他是卫生部直属医院啊 旁边有一个东丹体育场 东丹公园和东丹体育场 最早是傅作义时期的 一个临时飞机场 有些不愿意投降共产党的 这个城外的西郊机场 什么的 南原机场 都被共产党占了之后 就从那儿 那种小飞机啊 临时的起飞 飞往南京啊 然后这个 这个地儿在 清末的时候 是一个王业府门前的空地 这儿离那个东郊民巷 西郊民巷很近 从这儿义和团进攻洋人啊 进攻东西郊民巷的 这个这个洋人的这个领大使馆啊 进攻教堂啊 这个曾经在这儿也是打仗的地儿啊 这个东丹体育场过去是干嘛呢 东丹体育场是这个这个 东丹公园同性恋啊 北京的同性恋比较有名啊 我我到那公园去过 但是没见过有同性恋 可能我不是他们里边人 我看不出来啊 然后这个 他是卫生部直属医院 很多这个高干都在这看病 侯宝林好像就死在这儿了吧 然后好像我要没记错 胡耀邦可能这个最后的抢救也在这儿 还有那个谁老舍 老舍文革初期就在这个医院治病 哎 结果接到了康生的电话 后来老舍还特别的北京话叫琴 琴啊 琴就是说白了 就是那种哈的人家犯贱 就是那种怎么说呢 就是使劲的那个那个溜须 哎 结果他还非要参加这个运动 结果从那个北京医院出来到单位 后来就死了啊 在单位被人打了被人羞辱了 回到家家里人也不给好了 后来这个死了啊 是这样的 这个北京医院的老干部处是我的客户 北京医院的南院区是对社会开放的 他本来就是高干医院啊 然后他那个北边那一部分 那有一个门 那个门不大 平常都关着 如果那个进出有车 这帮大领导的车 那个门才开 那个门口是有武警把着的 那边是高干院区啊 北边啊 南边是老百姓也可以去的啊 这个是这样啊 再往南就是那个东郊民巷啊 这个啊 东郊民巷有个派出所的所长姓张 原来是我们和平里的所长 后来他去了东郊民巷了啊 接他班的姓刘 后来那个人在和平里当所长 后来到东城分局当副局长啊 那个人跟我们家关系挺好的 跟我们家都挺熟的啊 然后这个哎 对了 那边那个那个台机场头条 有一个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大院 北空后大院啊 那个那个空军啊 整个空军的空后 是在原来我上学的地方 在北罗古巷 99号啊 也叫宝钞胡同吧 也叫古罗东大街 反正就拔口那啊 那个那的管理处处长 姓曾 好像叫曾庆阳啊 曾庆阳是曾庆红的堂弟 是一个上校军官 好像他们要占一块地 他们的大院要往南阔 然后外边有一块地是老百姓家的 现在那个老百姓呢 反正据他本人说是被迫害 被他们家被这军方给挤的的啊 曾庆红的家族 后来这个这个他到了海外 到了拉脱维亚啊 这个人叫老吴啊 老吴是一个60来岁的老头 北京老头啊 老吴也有个油管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老吴 但是看的人不多啊 他也有很曲折的经历 他小的时候应该是南锣鼓乡这边吧 那个总参谋长林彪的亲信黄永胜 然后他们有时候跟黄永胜在一块玩一会儿 那会儿他们是小孩上小学 黄永胜呢 有时候勾心斗角啊 权力斗争累了 就跟他们玩一会儿啊 不起来不是说是派兵啊 或者派什么 派这个这个保镖们保护起来啊 就是把他们的身体都保护好 这一点至关重要啊 也非常重要 这是这是一条 也秉承了我这几天啊 二十大胜利闭幕之前 一定要先聊一聊习近平啊 一定要先聊一聊 这个习下里上啊 包括这些新任常委 或者就或者是一个老的常委啊 或者所谓的很多人嘴里边的 中国的这些啊 幕后的实权派啊 掌控者啊 比如江泽民啊 胡锦涛啊 这个这些人啊 咱说到所谓的啊 这个深层政府啊 连因为刚才聊到了嘛 深层政府也